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再跟大家說這個 緋令大師有說什麼呢 說大通就是這個神秀 他改回答沒有還有尊重一些地権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優管地権的這個問題 含主委還在沈進一段的了解 那麼我們曾經有說這個寧願 寧願裡面這個紀元 我們現在再來了解一下 中秋 我們三種裡面有一個叫中秋過分 那麼這個中秋過分 那個師父就是男爪三種這樣 那麼當然這個都是那個緋令大師的系統 有一天這個中秋他去問男爪 他說有什麼方法可以建得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開過 這樣意思 建得就是開過 但是現在這個男爪跟他說這樣 說當你有一個要建得的這個念頭 這樣就有偏差 讓我看他就倒 讓我可以建得 就說讓我可以看到什麼叫做倒 這樣 他說你如果說有一個心要建得 這樣就偏差 所以這個中秋過說這樣 如果是絕之意念 要怎麼可以建得 如果絕之意念如何建得 這樣 我今天有心想要建得 那你如果說有一個意念 就不對 不過 如果是絕之意念 那麼要怎麼說叫我叫做建得 那麼這個男爪就跟他說 因為這個倒不是在那個知與不知來裡面 因為我們人的知與不知 這是意念 不過倒不是在這個知與不知 如果知 在這個夢見 但是不知 就是你已經麻痺了 這樣 這樣聽到嗎 如果不知就是麻痺 那如果是用知的來講 那那個知叫做夢見 知道的知 這樣叫做夢見 好 注意聽喔 好喔 現在來 現在再來 經典有說這樣 經典裡面又說 優見積為國 處政未為堅 來 這個稍微抄一下 現在眾生 有很多研究 研電 有研究 研電 都說 集於研究的這個知見 集於所研究的 會了解 這樣 所以已經 感覺 他所執的這個 譬如說他研電看多少 就感覺他的經典會多高 那麼這個叫做無念 無念 無念 顧著無念 齁 所以他現在在說 處政未為堅 因為這種 不是說你今天真正罵 不是真正罵 他說如果你可以管理 你所看經典的國中見解 這樣 你可以管理 這樣來 你才可以記憶 你如果 這個經典中的一種理解 你不可能見分 但是你如果管理理解 你才可以見分 所以我現在跟主席再說一下 因為第一件 零做到 有零中到 有零中到 好不好 譬如說我們今天 與此 我們本來都沒有辦法 如果我們都不辦法 要怎麼 當然你要掐問誰 做技研 所以這個 政治主任大師 說有一個建文原 以及這個文化園 建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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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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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建的如果沒有 看經典 聽人講經文法 這個給我們做園 我們不可能領先發園 所以這個 比較留在這句 因為那個看經典 和聽人說法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 去修行 所以這個建文 令作園 但如果你們是 集建文的威力 這樣就變成 將來的 所以我們人 真的對佛法 會正在建 不是那個 文字上的學生 了解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課文字 你還不行 不過你如果集文字 怎麼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這點 所以現在這個 報映社會說這樣 今天如果 你已經 經過佛法 有很多理解 但你絕對不能集理解 是 他們的負擬 證 寧 是一樣 這頭上就說過了 了解不 你只能集 只能 不凝離主 固 因為這個主固 就是說 10個人 研究 警點 有10個人的看法 很叫做 譬如說我現在這樣講 你們國人的聽不懂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國人的禁忌不一樣 禁忌不一樣 當然這個文法會產生的譬件 就參加不足了 有的人現在聽聽了 他當時受戒 因為戒定規 他就能隨執定規來了 可是有的人聽一年、兩年、三年 聽幾聽、做幾做 萬元放不下 所以這就是國人的禁忌 可以了解多少是國人的類似的問題 不然你絕對不能說 我今天經典聽 我已經知道 那個知不知道叫做健康 那個知就是要幫助我們理解 理解要幫助我們收穫 讓我們社會發揮流露 你如果今天沒有放棄 就那個提警說 我就知道 主法分空 什麼 可以去分空 你不就知道這個 所以你不能接下去 才會為 叫做你已經知道 他說你今天不靈禮主見 接無依明 依明主心 這樣 齁 你如果是接那個提警 你不能明明說 什麼是你的主本性 什麼是你的主本心 什麼是你的正德 所以我現在在說 這本能提政德 接警 不能開誤主本心 不能沈浸正德 這個原氣本空 主法平定平定 所以這個主法本來無性 你都總 含這個 因為你已經讓那個提警 把你接著了 所以這個議員齁 如果是我們現在看這個經典 裡面這個人說的話 到底有議員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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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執禮要說對還對 如果要說不對,為什麼不對 執法就本來不對 不過我們今天這個禮不先淹 可是將來你不可能去貼貼去了解這個 禮的以外,這個嫌娥 所以這個禮裡面有一個叫做 粗色味嫌妙,或是說娥 有一些粗禮,這是在教育 這都是文字禮,文字記 但是滴滴,滴滴入籤就有這個嫌娥,這個粒禮 這樣才是我們要愛的,但是這個是說不說 那麼那個呢,所以佛道說文 那個說什麼 佛道說教我別團 這個教就是有文字 那麼別團就是這個 這個啊,那了解齁 那個就不是說自己說得出來 所以這個三種裡面的重要是那個 那個什麼呢 醫生、運生、輸費、導費嘛 不是用話會說 你如果用話說話就落在文字 這樣就不對 不過我們今天粗粗結局法 沒有文字它又不行 所以這裡有一些資料齁 我是有解答案 我們中國齁 中國齁 中國這個庭祖,你們知道嗎 庭祖,祖庭祖萬 台客控市集委書 那個庭宜船 有說幾句話齁 還有六雄山 六雄山就是這個六祖 六祖就是這個 含祖庭法辯論那個 祖庭是向文化求行 但是這個六雄圓是向內 這個,他這兩個人有說幾句這個名言齁 現在這兩位齁是我們中國旅家的名爐 那麼這個是 庭宜船 因為庭祖有兩個 有兩個兄弟子 一個是較早 對於他們的政治因素 較早 那麼這個 他說這樣齁 庭宜船 說文件基地 譬如說我們今天不就聽經文法 你說世間法 學文 那種的材 不是我們得性基地 這樣 這個現在他就改做基地 非得性基地 因為我們今天聽經文法 沒有基地 本來不像我們也是可以說 也能標籠一些 因為這些是屬於基地 就是說你今天聽經文不來所知 那個不是主性法庭所顯露的 所以他說非得性基地 但得性基地 因為主性本主古著 所以不必說靠到建文不教建文 沒有去靠到建文 不過要說沒有靠到建文 因為那個主性法庭 那些基地 本來清真公明 你如果是可以開國 什麼就是 都說可以萬用 因為他本來就是三明書庭 我跟他就通了 但是 他就說那個 那個得性基地 所以他就說 不必教到建文 那個建文和得性基地 因為建文是性 這個又得性基地是發生 是主性基 這個是學性 其實 但是我們今天反覆 我們現在話再說一個 比較詳細一點 就是 因為反覆 一定要照到建文 因為 重要是怎樣 我們那個阿娘 壓制的那個 懲罰煩惱 你今天要怎樣 有政党 一定要有人跟我們抗家 這個就是一定要靠建文 所以文字 我們不可以離開 現在這個是重要 是特性基地 和這個不相關 這個就是最最理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禄救援 因為他當初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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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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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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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心就是說那個髮尖 如來地匪的上這個東西 他說這個心 他本來就清精豐益 就清精靈命 這樣來說 不免向我求 所以一般的人都向我求 就向我灌絞了 那麼這幾句 怎麼有真有相當的追蹤在呢 為什麼他說 因為自問說都向我看 向我去追求一切學問 所以這六祖就給他破 破說這不是對我求 因為我們人的主本性 本來就清精公平性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見面如看 聽得越多看得越多 所以這個叫做 地見立地 地為無名本 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又 諾主也有說 地不地上 不地地平 這我過去就沒說過了 所以要注意這點 所以用到這個 我們今天這個求行 譬如說我們今天向佛道 在法義上求 甚至說 為了解這個 為了要清靜本靈 但是本靈不必清靜 實在是要斷度 妄別 因為我們的本靈本來就是清靜 這點要注意這點,就是要忘卑去把我們感受 讓我們留在禄斗生死輪迴,就是要忘卑的經濟嘛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忘卑的經濟 百塊就像百分無二中間青天一樣的意思 因為天津本,那個飛空的世界裡面,本來沒有東西 但是今天這個海的衛星我們看不到 就是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太陽 這個海邊一個紛爭雜條的嘛 所以那個就代表我們人的煩惱 那飛空是代表我們人的提醒 這個文學上是文義上是這樣跟我們說 所以這個就是,文那一半是比較落在處境 新秀大通這個時候就比較落在處境 那麼這個飛涼大叔他所說的這個是 百塊就是這個地権,他那裡有地権的興奮 所以他現在這個弟兄他就聽不懂,聽不懂 只有再來問飛涼大叔這樣 所以我現在跟主委說一下 情毒一切進去之後,我們的主性本主靈靈 這點一定要了解這個 不可以說我今天百多多,我是那個脈 那個脈叫做地不是這樣,因為佛道的地 佛道的地間就是那個角 就是角主本性的角 所以他不可以說眾生改善如來地府的地上 那個就是這個 那個地府的地上就是這個 心族靈和心族靈的靈靈的角性 這段話是在水面這樣 所以他現在在這段話 這個齁,再看一看 現在他在蓋水啦 他在蓋水後 那個又 最重要是買了這兩句啦 你當一蓮主題飛 主見靈講上現現這樣 那個就說你如果可以將這些蓮 這些蓮是什麼呢 在頭前就說了那個月 你就在想 我想說這些事情到底是怎麼用 你如果將自從那種的才來用 你知道說那種是錯誤 這樣你的主心公明 就可以顯現出來 所以你如果集地間就忘了 蓋地間就公明 蓋住地間就公明 這樣齁,所以現在裡面齁 就有說到一個 那個叫 不苦文字 心性無量 本主萬名 彈你夢言 這個夢言就是 世間的 可以造成的這個問題 要接著啦 這是說這樣齁 那麼再來齁 這個地上 聽到飛靈大師 大師傅跟他說這幾元 後 火箭 火箭 心意 火箭貫通 那句話叫做火箭貫通 的意思 齁 但是現在來的地上 他本身有怎麼做技術器 來給他回應 回應 就說 事實說這個回應齁 齁 就是說今天 你飛靈大師傅 跟我開始這位 到底我今天 那這 有真相互 沒有真相互 這樣 齁 所以他跟他說這樣 無端起自見齁 起自見 得最求保體 這樣看有齁 因為怎麼這樣 本來自生齁 是清醒靈靈嘛 我們國人一直自見 比較會造成問題出來 這樣 但是呢 如果要接上 要求 道來去保體 叫做道 因為道無上 道理議員上 齁 啊 神修大師跟他說 那些議員 那不是真理 那是議員 那是自見 問是議員 他說我今天 如果是特上求保體 那是議員 那不是 那是議員 這就是 是議員 那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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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議員 但是這句話 是公開的議員 那是議員 但他今天 是議員 議員 議員 但是 現在哪個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文是就要 我今天學法是為了要開國 文是要這樣 譬如非靈大師說為求祝福不求他們 這個在我們立場先立一個風箭出來 但是屬性注意的記者 我們准這個餘要開國 有一天你就破掉了 就像這個弟兄 他今天揭露這位 因為他當初說這樣 我們要洗濟之外 醋不消 他說我今天如果再鑽一個一念 想那個我要開國 可是這個當初的背景 並沒有什麼兩念 所以這個就是開國 那麼未開國後一定要鑽一念 我今天這個學法的重要 就是要證明一切 要問別 如進入破體制度 一定會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是沒有去 研究對當 是實際一下去懲 所以那裡有這個三文 也叫改成委 妳若不這樣就不能太貴匪 貴匪什麼 他說主性各娛邸 那個主性本來就是各娛邸 所以他才說 後面才說 機風閃書講的原則 是一個中心是 日本各人是英明輔訊 英明真心 所以他說主性各娛邸 那就是我們人的主本性的意思 不過呢 因為不對 水澆翁潛流,那是翁就翁翁的意思 所以在這裏有這樣的解釋,叫做樂日無公 潛流是黏黏,潛水,潛水流 因為我們人的賣賣 賣賣賣,比較不斷的輪迴生死 但是我們人的主性本來就是各官體了 我們就是因為不對,那個賢 雖然那個地賢是不對,但是繁複的地賢是地賢五頓 為什麼這個人生的生人是地賢發執 所以這樣做成什麼呢? 做成我們今天有很多錯誤,水澆四流轉 但是他現在會說今天我們沒進來這個 做出你裡面的風中式,就是你的裡面 那麼我今天,我們是沒有一個主廳叫做夢前處龍頭 甚至這個頭前,那個神秀大師跟他講話 所以什麼這個廖母一部科研是名正研? 廖母一部科研是名正研? 因為今天如果是沒有受過悔念跟他告示 他他說出你後來有一個地賢不接 秘書跟你說,還還有一個地賢 要跟他講話這樣,他今天不可能 從這個,買接把它打破 這個屬正在說這樣 所以全武漢、收空地、這個問題在那裡 所以已經打破了 所以事實說 一個開放到沒有開放的人 實在是 話說起來有親像這樣 但是不是那個空性的實力 話啦 譬如說我們今天 在經典中我們看看可以買一些道理 說起來也是很厲害 這樣了解嗎 但是又有一個體驗的意思在裡面 所以這個文字的處理 設立這個應該有一個差別 偏偏一句話 來講喔 一句話這樣下去 有的是講比較淺佈 有的是講到耳鼻這樣 所以這個輝靈大師 跟新秀大師兩個人講話就不一樣了 什麼叫做本心 什麼叫做本性 他就講一些這種內容 講講的就是準的一個體驗 所以輝靈大師說 這個他有準的體驗 所以他現在另外紀元就講 比較久的要讓這個法 這個弟兄更開末出來 這樣真的有很大的差別 那麼下面 現在 他可能還有一天的意思 另外有一天 弟兄一日文書院 是要做三生分 有言最上承 出自未來關隋 告示人 這是可能還經過一段時間 或是連關隋 所以說有 refrigerant 這個弟兄更加問這個輝靈大師 佛陀講的三性法 三性就是三性法 就是二性跟大性 然後跟嚴格性跟三文性 嚴格性跟菩薩性 佛陀就已經有講三性法 是怎麼他再講一個最最最最 他說弟子不徹底了解 希望你給我教授一下 就是說給我開示 那麼這個呢 如果照說可能三性法 在這個所在說 有該歲的這個郵車 綠車 跟這個牛車 那麼這個就是在這個 法華經裡面鼻鼓拼 有講到這段 但是這個最最最最再講到一個 叫做台北牛肌 台北牛肌 就是鼻鼓扶生 那麼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跟我們講過 這個郵車是主導 那路車可以做 還要載一個人 你看看那個 那個 比較熟悉有那個平天世界 世界齁 都有那個路車去做交通工具 所以一台路車 有時候可以載一個人 載兩個人 載三的人 那如果郵王是小隻 陸是大隻 那個微陸 那個比較大隻 那個力量比較強 所以他可以多載兩個人 但是你用郵王這樣 拖車 差不多可以載一個人 一個人 所以這個就是說 阿羅漢堡的三文姓 是獨生基心 這個遠角姓 是職務 可以載他的家族 就是這樣 那麼這大 大聲就是叫做無邪 就是菩薩 道中心 但是菩薩的靈力 有憾 所以我現在做 三弦菩薩的靈力 是佛乳草地 阿草地菩薩 佛乳草地 這樣 所以這個是靈力 他有法大聲心 他要躺在這個中心 這是沒問題 不過他的三弦菩薩是有憾 他的靈力比較 因為他可以怎麼 可以 他單革 單革 在這個三弦菩薩 比較平 十行 十回用位 這樣而已 齁 但是當他起來到 祖地菩薩 他可以變現 在一百個代仙世界 這樣當然 他在祖中心 就更公大 他如果到二地 就可以變現 一千個代仙世界 這樣 這樣更強 不過佛德 佛德就不一樣 他説佛德 這個最最最先是只佛德 因為如來發大聲心 為最最最最最最 這是金公經裡面說的 最最最最 但是佛德 他可以騙季公無量的 這個代仙世界裡面 去變現無量心 去公道無量中心 所以這個叫做最最最 所以你把心說 季公 的請求多少 沒辦法說 但每一個請求是天文學 說發言沒有的,每一個神經是應該都有重生 是有的剛起時有的要消滅這樣而已 那些是沒有重生而已,不然應該每一個神經都有重生 你看天文學那邊天文的這個形象出來 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的這個地,這個各千月球裡面都有重生 這是實質的事情,但是我們今天 含近紀念的,還有一個球大行程 就是這個太陽在裡面球大行程 這樣我們也玩理真空了,不然在天文學 所以學會來的重生,密密麻麻 這樣這個就是都有無量重生,但是 氣、空、失風的無量重生 每一順分都可以搞,都可以化現 無量的菩薩在那個世界公道重生 所以這個叫做最重生 所以另外有一個名稱叫做大百幼基 菩薩是百幼基,佛道是叫做大百幼基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它就想問 問到底是怎樣有,有這個問題 不得的說三星是哪有說一個大星 這是會說這樣 那麼現在來菩薩在那裡 那麼現在來菩薩大師就像是半個念 這樣的意思了 那麼以為這段話就像是半個念 蘇緩你關主本心,目中我發生 發無數性,人心主有差別 建文專性是小性 五發改意是重性 那麼以發修行是大性 萬發精通,萬發鼓鼻一切不量 理主發生一無所得,不能做上性這樣 那麼生是行義,不在靠經,理書主修 無問五爺,一切市中主性主題 上雷射一世,長輸一世 那麼這段,這段 他菩薩大師的公法 和這個法華經的三星的公法 他又不一樣 他又不太想 不太想這不是不對 這不是不對 因為他今天 這些話是面對弟兄說的 那如果頭前那個說三星 就另外三星說的 頭前有說到一段 那是面對那個 所以這個是什麼 因人思考 到這裡有這個弟兄 還有一個賣接的 所以他就說 這個菩薩大師就說 你關主本心 因為正日 他就說這個 本心跟本性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現在就說 你自己看你的主本心 你不要接到外面的發想 外面的發想就是 法華經說的這個三星 到底是怎樣的 你不要接到這個發想 因為犯 事實說是沒有屬性 不過佛德今天這個 中生因為賣日 所以他沒有跟他說不行 所以這個法華經說 所以今天這個弟兄問的 和佛德當作的鼻子病說的 這個菩薩大師說的 和佛德說的都兩回數 所以這個叫做法華經說 有一個方法 我們了解齁 今天這個 若是賣那個人 你不跟他說這個 五解十千塊不行 但是已經突破五解十千塊 在那個 伯伯要開五解 跟不開五解 那就是另外一個事了 有的說 你要建置改行 有的就另外一個方法了 那麼他就說 法華經就沒有屬性 為什麼沒有屬性呢 因為我們人心有頂差 頂差就是頂差 說不平頂 有差 不平頂的差別 這個叫做頂差 我們聽說 有的有頂的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有的 有的 不不 以前學生的時候 就改做這樣 加一頂頂的 這個學生 這個分數是加頂的 現在這個分數不好 就一頂的 現在就有頂頂的 有的就頂的 有不 以前我記得這個成績沒有 所以這個叫做頂差 那麼我們今天 這個學校的眾生也有頂差 同意思啦 有的有的 有的年輕的人在 他一味對中 對中到我最初來要開五 一味收穫 他一定會在鼓掌 那近期來的時候 有的說 我今天出生 來世間 我聽得不亂 我就要現代成績了 有的就這樣 這就不一樣了嘛 有的就說 我今天成績我好跟他講 這樣嘛 這個叫做人生有頂差 所以佛的 他講到這個 這有說佛的 他講到這個 三性犯 跟大性素性 這是不得意的 齁 那麼這個見聞尊上 是小性 他現在跟他講這樣 齁 這句見聞尊上 才有說一句齁 齁 日子所見 日子所聞 因為佛經裡面說這樣 修持特殊 為人演算 那你如果說為個人 會說我今天 台北京 就是要消災改的 那麼這個就是 你叫做小性 你聽不懂 所以這東西有破過 嘛 有的人 早上就拼幾本經 我就 地中經 拼了 就拼破文憑 就拼到 拼到頭昏腦脹 拼到 拼到 沒有什麼 扶米褲啦 這叫做執法啦 聽不懂 不是這樣啦 因為今天特殊是 為了要修持嘛 那你可以特殊 規篇了就好了 你現在就了解 佛法到底是先做怎樣 就要修持齁 你不是只修持而已 你還要為人改善嘛 不過很多人就是 直接拼幾本經典 所以才是做多少 做多少多少 所以我跟你們說 你 那個事件要 趕快放掉去 趕快讓他過啦 啊 你不知道過嗎 我不知道 過嗎 過嗎 有啦 佛法跟我們說 特殊我如果跟你說 不行 這樣我不對 佛法的佛義 不過人家以前一部 跟你說要修持 你如果要修持 我不是不知道 你們自己知道 你們自己知道 但是你們要將來 一定要為人演算 所以這個建文專頌 這就叫 你不去所見你所聞 所以特殊經典 齁 所以這個叫做 地基前 二不地基所以前 佛法 為什麼跟我們說這樣 他跟你說特殊你就特殊嘛 那是什麼原因 你不知道那個原因 叫做什麼 二不地基所以前 佛法是要叫你怎樣 是要叫你為人將來 收集到為人演算 收集就是主導 為人演算就是導他 這樣對不對 一定要注意這點 你不覺得像拼幾罐 拼到 拎開拎檔 怎麼拎開呢 收收不起來 行主總是吊鈴鐺 他說的是粗白白 我說你聽好嗎 怎麼是要宣經 怎麼是要完結 這樣 你讀經典要做什麼 你又跟他說 你自己都變多少經典 你會滾開 滾開 滾開不知道 自己滾開不知道 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說 那種消息 我連生就沒有 我說那連生就沒有 因為這次生就該怎麼意思了 我看那種說 撻多少經 扎庫座多少 拜多少分 那那個平行 沒有變露出來 注意我跟你說 就是不省啦 你聽好嗎 不省就是說 自己沒有境界 不躲脫自己 那個叫做不省 所以我跟主委說過 要收兩三個 要收三十個 要收老娘 聽好嗎 這是蜘蛛的事情 但是他現在說這樣 他分作術生 說見聞 專上是消生 但是 誤法 改義是中生 這個誤法改義就是說 金令誤復法 改經典長的意義 隨地旗所依然 日乃未靈共行實戰 不過這種 我再看 這樣叫做未改善 那改善的人 應該可以共行實戰 哪有改善 那像這個教授 這個王陽明先生 人家會問 問說 好道是怎樣 跟這個究竟 他說好道 如果是別的人是 已經可以 對別無 十分的心心了 這樣比較不可以好道 他說如果 像那個煙氣的人 在虛台上 也可以 靠到 這樣 衣衫 衣衫 衣衫衫 都等 但現在待一個煙尿 下去的下方就說 你火的今天 當時要給我 我聽不到 煙氣 整煙氣 下去的下方就不一樣 他也說 他煙氣 也知道這個好的是怎麼都會穿那個條 穿得很好的學 表演跟考表演跟怎樣 說那種的人嫁 所以我現在嫁說 那個還依法 五法改議事項性 這個我看也沒什麼 差不多他報了有比較高 因為五法改議的人 實在是他有做出來比較簡單 但是他會說 依法修行比較代性 這樣 這個更加進一步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 這兩句話可以說 說的人有哪有 可以說 但是沒有實在修 如果可以說的叫做中性 只有一日只剃經 還說不出來 那個叫做修行 所以主委現在要注意一下 你們剃 我經意 這點是比較重點 但我經意是要做什麼 我經意就要依法修行 如果你們要做什麼 你們打開要做什麼 我們大家聽要做什麼 我研究要做什麼 我研究 除了解以外 解釋給我們共同來參加 也是就要修 我也就要修了 聽不懂 我總是不能只說 因為我今天是只能說 我收不起來 對我來說我自己有哪裏 聽不懂 會很難 這是修行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就說 我到底是可以怎麼做 這句話 再給大家 提醒一下 我今天在衛生要這樣做 冷酸 譬如說我現在不就再說給你們聽 但是說我現在有參選兩種作用 好 政法人心 政法人心 政法人 政法 還有為我所反 為什麼要努力所反 除了要政法人心 政法國人的心 我本身也要政法 因為重要是怎樣 你如果沒有改定肥 法技上要每個便宅是不可能 你要生一些法技出來也沒辦法 就淘淘給你聽也是可以的 我怎麼就叫那些 主力來符合這位 當然一方便我要政兔 一體的枉被污染要鼓掌改定 不能完美的錢就給完美 我今天總是不能說 你今天這個努力刷法 你這個法技上不沉現在也不行了 但是你努力刷法要做什麼 就是要讓主委 端獨煩惱 議政無省 你如果不斷獨煩惱要做那個無省也不可能 但是我竟然不斷獨煩惱 要開悟無省也不可能 這是修學的事情 但是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說什麼呢 今天你政法人心之後 你還要重厭未來的一個國土 主委每一頓菩薩 在這項間 他就是在形成未來 一個非常重厭的國土 幫你努力一切中心 祖佛世順就是都這樣 從菩薩因爹開始就要做這件事了 平衡未來 成一佛就有一個大全世界 這樣講的你怎麼聽不懂 要知道 沒有 有一個金屬性的這個大全世界 人家都在列持無量中心 像是我們今天社群 他在這個三部世界做高度 三部世界這個三部世界多少 有百億的這個國術米山 今天我們社群在這裡做高度 百億的國術米山 百億的數天下 上面有百億的三階 同意數 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了 今天這個 策法的人 人心策法的人 可以做無量中心 讓無量中心 正化 心地 和心策中原味來一個國土 這個就是我們 應該是每一個普三 它的原心都這樣 合得是都這樣 將來你就怎麼會有這種的發言 我將來就是為德一定要這樣 那麼現在還要跟我們說 就是說 依法修憲 你今天這個本身的策法 不是只有策法而已 無法義 無法改義 這個在肥靈大師 是就是說 比那個 建文專項 是更好 因為建文專項 建文專項 只能 讀經 不知道法義 你現在來讀經 法義 這就是 當然是更有追準 可是呢 你能夠 依法修憲 是更好 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 它的看法是大聲 但是 萬法 儘通 萬法 鼓鼻 一切 不念 理主 法上 一無所謂 這個比較最上昇 這個是什麼 萬法儘通 這個萬法是在什麼 是那個 第萬世情法 那個在佛經頭前 有說的叫做法總 第萬世情法 叫做法總 無性法 叫做法總 那個無性法 重無量 公敵人 那個叫做無性法 那個不性不戀 本世 那邊那個 那個死體上 那個已經有三名 數在五萬六通 那個也叫做法總 但是佛道今天說 說出來的 八萬世情法 這個有什麼叫做法總 但是這個八萬世情法 完完 那個法法 法法 改通 有什麼叫做法 跟萬法 插鼻 或是說萬法鼓鼻 一切不諒 一切不諒 是說理主煩惱的意思 那麽這句話是 以法修憲 以法修憲有一個 粗基 還有一個 糾竿完環 這個糾竿完環 就一切不諒 祖位你就要這樣喔 我怎麼要這樣呢 不是說我在這裡說好聽話 說好聽話要創什麼 說好聽話大家可以說 看見也可以說 但是主要記住 一定要實在收 收到一定不諒 理主一切煩惱 但是不接一切雙 不能說你今天會躲眾生 所以說有鑾聲 胎聲 濕聲 我給他 無意的 不然是不躲 是無眾生 你不會躲這裡 你不能說你有躲眾生 這個叫做理主法上 屬心也無所謂 因為眾生 改善主來 地府 那是你叫他躲 不是你叫他躲 主委 是你把他躲破的壁壇 讓他去主修而已 但是他如果不修了 你也沒辦法 主委我跟你們說這麼多 你如果放不下 不要實在收 我沒有辦法 就是跟我們佛尊 鑾聲在人間 無鷄鑾聲在人間 實在給我們鑾鏡 耍給我們聽 如果不修 他也沒有我們的皮條 我又說一句話 我如果不愛來鑾 你不要跟他一樣 你聽到沒有 菩薩要怎樣 但問題是不對我個人 菩薩也不能跟他一樣 你就要對就是你的事 菩薩說我給你鑾事成這樣 就是要讓你 生自發動主未來入 這個自發動主未來 方自發動主未來 你聽到沒有 就是 貪王主性 那個 濃煥壁壇 還是自發動主未來 你跟副仁鑾去併用 你去併用 沒有要怎樣 所以自於今天 威公到這四五年 到底你們有 有實習 沒有實習 菩薩知道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討論 但是我可以看到 你有努力 健康 應該這是 修的一部分 聽經文法 不斷的聽經文法 就是修 但是要再進一步 明理一定要有屬性 因為屬性就是 變成你的人品出來 你的土地人品 這樣就有價修 有價修跟聽經文就要修 但是現在我 重要是說 實在說我也沒有去做中生 因為中生 給你入來地位 最重要是 打破你的 用這個如來的 八萬四千塊 我給自於 鑿井水平 水平 靜通 這個叫做最中生 所以生是形 自於你要走不走 沒辦法 第三車沒辦法 你本身第四人 沒辦法 自於生就是什麼 譬如說 我車 這樣回到高雄 叫做生 純仔在這邊 坐過那邊 叫做生 在康海 流浪 生死這邊 打到撩盤 那邊 這樣叫做生 你知道嗎 所以他說生就是 你實在在走 不用等著用水 等著去討論 有的人就說到 有的人我學我 坐我身上 我親自也比較贏你 那不是這樣 那樣的人事實說 還沒有得 聽不懂 所以現在 他就說 逆輸 主修 不可以再問我 這個時中 你若是會自修 什麼時候 你的自本性 就要下入來自替 入入 就是說 那個入來自生 所以這個 帝雄 就要下入來自治 之後 中 輸 自治 這句中 自治 就是 在這裡有 解釋嗎 好 我會說到這裡 未来就能